哈喽,大家好呀,我是苏苏,今天继续咱们的蜘蛛侠系列,在蜘蛛侠英雄远征中,皮特不幸身陷骗局,而整个世界也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影片开始,墨西哥一座小城遭遇飓风袭击,化作一片废墟,更可怕的是,据目击者透露,这股可怕的飓风竟然长着一张人链, 得知这一诡异事件后,负责与超级英雄合作,共同捍卫地球安全的神盾局,迅速做出反应。 局长尼克带着女助理希尔来到小城调查,然而,人形飓风怪毫无征兆地现身,再对二人发起攻击。 尼克和希尔正要开枪,一股绿烟忽然在空中瓢过。 下一秒,佩戴雨刚是头盔的神秘人落在地上,并且向飓风怪发出绿色能量波。 画面来到蜘蛛侠皮特这边,几个月前,地球遭遇重大危机, 以钢铁侠托尼为首的复仇者联盟挺身而出,最终力挽狂澜,拯救了世界, 但同时也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托尼不幸牺牲,皮特对此伤心欲绝,此后,他经常呆坐在楼顶, 独自怀念对自己倾注了极大心血的导师托尼。 不过,生活终究还要继续,皮特努力把伤痛埋在心底, 继续求学。 转眼间,暑假到了,老师佩德罗带着皮特所在的科学小组前往欧洲旅游。 第一站是水城维尼斯,师生们在广场上游玩时,忽然一变抖声, 一股水柱从旁边的运河里直冲云霄,打破了城市的瓶颈。 接下来,滔天巨浪汇聚成人形水怪,肆意毁坏四周的古老建筑。 广场上,任何边所有目睹这可怕一幕的人们都混为魄散,尖叫者四处逃窜。 虽然蜘蛛战衣被放在酒店房间,皮特还是勇敢地迎向水怪, 但他发出的蛛丝根本奈何不了由水组成的怪物,反而被泼了一身水。 危机关头,绿光闪现,曾经在墨西哥大战飓风怪的神秘客再次出现。 他身披斗篷,头戴与钢式头盔,所到之处必有绿烟弥漫。 神秘客双手频频发出绿光,与水怪展开激战。 打斗中,钟楼被水怪损害,即将倒塌,皮特连忙发出蛛丝,粘住钟楼。 过了一会儿,神秘客凭借绿色能量波彻底摧毁水怪,水浪消散,水怪化为无形,危机就此平复。 远远观看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发出欢呼声。 神秘客也没有逗留,横空而起,飞向远方。 晚上,神盾局局长尼克突然来到皮特所在的酒店房间。 他告诉皮特,今天的水怪攻击并不是偶然事件。 一周前,墨西哥出现长着人脸的飓风怪。 三天后,墨洛哥发生类似事件,作恶的怪物由图组成,同样以人形出现。 尼克还给了皮特一副眼镜,说这是托尼让我转交给你的。 接着,他把皮特带到神盾局在威尼斯的基地,为他引荐白天大战水怪的神秘客贝克。 贝克说,自己来自贫雄宇宙的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出现了分别由风、水、火、土四种元素组成的四大元素怪。 元素怪毁掉了贝克所在的世界,如今又来到地球。 贝克也紧随而至,打算除恶报仇。 他先后除掉了飓风怪、土怪和水怪,并且查出,最强大的火怪将在48小时内在布拉格现身。 尼克希望皮特协助贝克,一起铲除火怪。 可是,自从托尼斯后,皮特变得心灰意冷,对捍卫地球兴趣寥寥,于是以自己并非超级英雄,只是市民好邻居为由,谢绝了。 尼克面露失望之色,但也没再说什么。 此日一早,老师佩德罗兴奋地告诉同学们,由于旅行社提供优惠条件,行程改变,我们将乘豪华大巴前往布拉格。 听到这番话,同学们喜笑颜开,皮特却一脸无奈,他知道,这一定是尼克做的手脚,目的就是让自己去布拉格,帮助贝克对付火怪。 大巴上路后,皮特戴上托尼留给自己的眼镜,还发现了眼镜盒里的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这副眼镜名叫伊迪斯,留给下一个捍卫世界的英雄。 皮特下意识念叨,伊迪斯,眼镜立即被激活,镜片变成蓝色,并在扫描皮特的视网膜及生物特征后,认可了他的权限,然后通过智能语音说道, 我是伊迪斯,是托尼打造的增强现实安全及防御系统,可以访问托尼的斯塔克工业的全球安全网络,包括多颗防御卫星,以及所有主要电信网络的后门。 皮特万万没想到,这副眼镜的功能如此强大,既能调动太空中的卫星,又能侵入每个人的手机。 不过,他此时仍然无意继承托尼的意志,一心只想在旅途中向心仪的女孩穷斯表白。 过了一会儿,大巴在休息站停下,众人去上洗手间,司机迪米特里是尼克的人,他示意皮特去旁边一个房间,尼克的女下属安娜正在房间里等他。 安娜说,尼克不想被人知道蜘蛛侠在欧洲出现,所以给你做了一套新战衣,说完就让皮特脱掉一裤,试穿他拿来的黑色战衣。 那丞相,皮特刚脱下裤子,男同学布拉德无意中闯进来,看到他脱掉裤子,旁边还站着个女人,以为他有了艳遇,马上拿出手机拍照,然后离开。 皮特叫苦不迭,赶紧穿上裤子,收起战衣追出去,他求布拉德闪掉照片,布拉德却说,我知道你喜欢琼斯,我也喜欢,所以会让他看到照片。 大巴再一次出发后,皮特让伊迪斯删除布拉德拍摄的自己照片,可是因为表达不清,伊迪斯竟然将任务理解为除掉布拉德。 当即调动一架无人机,将布拉德作为攻击对象,皮特眼看无人机飞向大巴,即将发动致命攻击,这才知道伊迪斯搞错了,但已经来不及取消任务,他灵机一动,大喊,快看,有野山羊。 趁同行众人看向窗外,皮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车顶天窗跳出,利用蛛丝粘住无人机,将无人机甩到地上摔毁,再落回车内,同学们都埋怨他,说根本没有野山羊。 皮特则长输一口气,随后再次下达指令,让伊迪斯删掉布拉德手机中自己那张照片,这一次伊迪斯成功完成任务。 不久后,皮特一行抵达布拉格,住进酒店,准备参加晚上在布拉格街头进行的年度灯光狂欢节。 皮特通过在新战机中找到的耳机,得到尼克指示,前往神盾局在布拉格的基地,和尼克·贝克研究如何对付今晚出现的火怪。 根据安排,皮特负责在教堂塔楼上监视,看到火怪后,立刻通知贝克,两人在一桶向火怪发起攻击。 皮特希望尼克能保证自己老师同学的安全,想办法让他们待在室内不去街头。 尼克就让人通过旅行社,向皮特一行提供昂贵的歌剧门票。 于是,带队老师领着学生们来到歌剧院,将在这里观看四小时歌剧。 皮特暗恋的女生琼斯想和他坐在一起,但皮特有任务在身,只得离开。 他换上黑色战衣,蹲在塔楼上,下方人潮涌动。 参加狂欢节的人们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突然,地底冒出滚烫龙江,一个浑身是火的人形怪物猛火出现,一边咆哮,一边肆意破坏。 四周的人们被吓得魂不附体,惊声尖叫,仓皇逃窜。 贝克皆是赶到,用绿色光波发起攻击。 皮特也打开消防栓,试图用水龙对付火怪。 那称相,火怪毫发无损,体积反而暴涨。 火怪在地面砸出一道裂痕,不远处的摩天轮陷进裂痕,有倒塌迹象。 皮特的好友奈德,之前带着女友贝蒂溜出剧院,此刻正在摩天轮上。 皮特见好友友奈,马上上前弹出蛛丝。 但蛛丝不知粘住了什么东西,他心急如焚,来不及查看粘到什么。 用力一甩,那个东西被甩到远处,刚好落在出来寻找皮特的穷丝面前,被穷丝收起。 皮特再次射出蛛丝,粘住摩天轮,并死死拉着蛛丝,阻止摩天轮倒塌。 火怪大步走向他,当头砸下。 贝克挡在皮特身前,开启绿光防护罩,挡住火怪攻击,随后又不顾生死地扑到火怪身上,展开猛烈攻势。 皮特见贝克舌迹救人,竟然要与怪物同归于尽,又近又聚又心疼,忍不住发出悲愤吼声。 片刻后,火怪突然爆炸,化为灰烬,当烟雾火光散去,皮特发现贝克躺在地上,赶忙固定住摩天轮,跑到贝克身前将他拉起来,发现贝克并没受伤,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下来。 尼克对贝克的表现十分满意,邀请他跟自己一起去柏林基地,又对皮特说,你很有能力,我也想请你去柏林,但你的心思不在这上,你需要想好是否迈出这一步。 托尼把眼镜给你,就是选择你做他的接班人,现在全世界都需要你下定决心。 皮特听后异常纠结,因为他怀疑自己无法撑起肩上的重大责任。 贝克看出他的心事,带他去酒吧聊天,试图安慰他。 经过水怪、火怪的两场大战,皮特极为钦佩贝克,觉得比起自己,他更有资格继承钢铁匣的衣钵,于是拿出智能眼镜,让伊迪斯将使用权转交给贝克。 贝克虽然一再拒绝,但皮特异常坚持,贝克终于收下眼镜,郑重地与皮特握手向他致谢。 交出眼镜后,皮特如是重负,起身走出酒吧,准备回酒店。 他刚离开,酒吧内就出现了诡异的现象,一些客人凭空消失,原来他们都是幻象。 贝克则露出诡异的微笑,对旁边的几个人说,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啊,这么容易就得到了伊迪斯。 幻音刚落,那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欢呼。 接下来,贝克跟一群人举杯欢庆,庆祝伊迪斯到手。 原来,他并非来自平行宇宙的神秘客,而是斯塔克工业的前员工。 由于精神状态不稳定,被托尼开除后,他一直怀恨在心。 托尼死后,贝克联系了一些同样被斯塔克工业解雇的技术人员,制造出惊天骗局。 目的就是取得皮特的信任,骗来伊迪斯,再将神秘客打造成足以取代托尼的最伟大的英雄。 为此,他们先后在墨西哥、摩洛哥、威尼斯、布拉格制造电磁脉冲增强的假象, 以此吸引神盾局的注意,然后通过无人机携带的投影仪,利用超逼真的虚拟特效全息投影技术。 在以上四个地点播出事先拍摄好的四大元素怪肆虐地球神秘客勇敢迎敌的画面。 至于元素怪造成的破坏,其实是由藏在投影仪内部的武装无人机完成的。 逼真的幻象配合真实的打击,再加上天衣无缝的剧本,贝克终于成功骗过尼克和皮特等人, 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拯救世界的英雄,并且得到了伊迪斯。 有了伊迪斯,贝克就能调动更多无人机,制造更大的灾难, 再通过全息投影技术播放神秘客击败元素怪的画面。 幻象消散后,他本人则会出现在现场,享受万种欢呼。 皮特回到酒店后,得知带队老师建议一路上屡屡遭遇元素怪, 心声巨异,已经取消旅行,明天一大早,整个团队就要乘飞机返回纽约。 皮特想抓紧时间向琼斯表白,就约他出去散步。 那丞相,琼斯突然说,我早就通过种种迹象猜到你是蜘蛛侠了。 皮特顿时愣住了,然后失口否认。 琼斯却从包里拿出之前捡到的蜘蛛侠甩出去的东西, 这东西是个投影仪,上面缠着蛛丝。 琼斯指着投影仪上的蛛丝说,我知道今晚你去跟火怪交手了。 幻影刚落,他不小心触到投影仪开关, 在他和皮特面前立即出现了飓风怪与神秘客交手的画面。 看到这一幕,皮特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片刻后,他缓过神来,意识到所谓神秘客大战元素怪根本就是幻象。 随后又想起自己把伊迪斯交给贝克。 皮特终于明白了,贝克撒了个弥天大谎, 目的就为了骗到伊迪斯。 如果不是自己偶然在火怪肆虐的幻象中沾到一个无人机上的投影仪, 也许会被一直蒙在鼓里。 想到此处,皮特又惊又惧。 另一边,贝克准备用更多无人机在伦敦制造更大的灾难。 他觉得,伤亡越多,关注度就越高, 自己也越有机会成为受人膜拜的救世主。 在拍摄伦敦遭元素怪袭击的视频时, 贝克听手下说,一台无人机上的投影仪不见了。 他勃然大怒,说这是证据,不能落在别人手里, 马上让伊迪斯调用街上的监控镜头查照。 结果发现,琼斯捡到投影仪, 还和皮特一起观看了神秘课大战飓风怪的幻象。 贝克立刻安排手下做出相应部署, 要将知情者全部除掉。 皮特看清贝克的惊天阴谋后, 知道自己已经铸就大错。 亲手将足以影响世界安全的伊迪斯交到大眼心家手中, 他后悔不迭,决心尽全力弥补这一过失。 由于贝克如今拥有伊迪斯,可以轻易监听电话。 因此,皮特没有打电话联系尼克, 而是打算去柏林找他。 皮特让奈德帮自己向老师请假, 随后穿着黑色战衣,拿着投影仪, 悄悄附在开往柏林的列车车顶。 第二天一早,列车到达柏林, 出乎皮特意料的是, 他刚驻车站,就遇到开车来接自己的尼克。 皮特忧心忡忡,也没有多想对方怎么会未卜先知来接自己。 跟尼克来到神盾局基地后, 他拿出投影仪说出真相。 然而,就在下一秒,基地突然变成废弃仓库, 尼克身边的希儿也转瞬消失。 皮特知道,中计了,一定是贝克布置了幻象。 这时,无人机猛地出现,打倒尼克, 皮特也被他打得掉到楼下。 此刻,皮特完全置身于幻象之中, 分不清真假,他起身发射蛛丝, 射出的却是一股股绿烟。 他一拳挥出,结果打在墙上。 他看到穷兹被贝克扔下悬崖,急忙飞身去救, 那丞相却摔到地上。 接着,无数镜子从天而降,落在他身旁。 每个镜子里,都钻出一个蜘蛛侠,对他拳打叫踢。 这波幻象消失后,皮特眼前居然出现了托尼的坟墓。 穿着钢铁侠机甲的托尼从墓里钻出来, 带着满身驱虫爬向他。 皮特吓得跌坐在地,不停后退。 突然,一声枪响,幻象全部消散。 皮特发现,尼克带人赶来开枪击毙贝克。 尼克问他,关于贝克的事情都跟谁说过? 皮特说,只有奈德和琼斯。 话音刚落,尼克忽然消失,贝克又出现在面前。 皮特恍然大悟,从火车站在出口见到所谓的尼克开始, 接下来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贝克制造的幻象。 他这么做,就是从自己口中套出有谁知道他的阴谋,以便杀人灭口。 皮特虽然醒悟过来,但为时一万,他已经被贝克扔到铁柜上, 一辆火车呼啸而来,撞向来不及躲闪的皮特。 贝克以为,皮特被列车撞死,随即让伊底斯安排, 奈德和琼斯等人在伦敦转机,打算处掉他们。 可他没有想到,皮特并没死,还从列车下钻出,潜入车厢。 不过,尽管他拥有恐怖的身体强度,还是受了不轻的伤,很快就浑过去。 醒来后,皮特发现,自己被列车工作人员送到荷兰某地的拘留所, 而且身上的战衣不见了,他赶忙打开门锁,逃出牢房, 将一名看守正穿着自己的战衣打电话,也没赶上前抢回战衣,迅速离开拘留所。 皮特来到街头,借了一部手机联系托尼的助手哈皮,说明情况。 哈皮迅速乘四人飞机赶来,在一片玉金花田中接到皮特。 在飞机上,皮特被一股无力感所笼罩,他红着眼,抽记者说, 我很想念托尼,大家都想让我成为下一个托尼,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哈皮说,托尼从来没有后悔过选你成为他的接班人,他相信你不会让他失望。 听了这番话,皮特的目光变得坚定起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决定不再逃避, 要像托尼一样勇敢地担起肩上的重任。 皮特知道,贝克要对付奈德和琼斯,于是用哈皮的手机查看奈德等人的社交媒体, 得知他们刚刚抵达伦敦,接着他让哈皮飞往伦敦,自己则利用机上的高科技设备做了件全新蜘蛛战衣。 哈皮见他重新振作起来,无比欣慰。 尼克查到,伦敦出现一场电子脉冲现象后,迅速带女助理希尔赶来。 与此同时,奈德一行人,登上贝克手下驾驶的大巴,来到伦敦桥。 司机汽车逃走,贝克则在远处的一座小桥上,通过伊迪斯调动众多无人机攻击城市, 并利用全息投影,在城市内制造怪物来袭的幻象。 一时间,空中电闪雷鸣,河面掀起巨浪, 而且一个由水火土风四大元素组成的巨大元素怪, 赫然出现在伦敦城内,肆意破坏。 奈德·琼斯等人惊恐暗状,赶紧下车逃走。 这时,绿烟闪过,神秘克飞来,与元素怪打成一团。 哈皮的飞机此刻引以来到伦敦桥上空, 皮特穿上战衣,从高空跳伞,直接冲进元素怪的幻象中央, 果然发现了大批配备投影仪的无人机。 皮特用珠丝将无人机连接到一起, 再借助珠丝发射器的电击功能,毁掉这些无人机。 与此同时,尼克收到哈皮视镜,终于知道真相, 并且命令手下希尔击毁了贝克派来杀他的无人机。 众多无人机被毁,幻象逐渐消失。 贝克通过监控发现是皮特做梗,恼羞成怒, 立即暂停播放幻象,命令伊底斯派出大量无人机攻击皮特。 自己则通过头盔操控无人机,追杀奈德·琼斯, 以及前来接应他们的哈皮。 琼斯等人躲进伦敦塔中的一座仓库内关上门, 无人机随后赶来,用激光切割大门。 皮特面对大批无人机的攻击,显向还生,甚至掉进河里。 上岸后,他发现贝克的位置, 马上摘下伦敦桥的牌子,当作盾牌,阻挡无人机的子弹。 同时,取出一架意外坠毁的无人机的能量盒, 当成炸弹扔到高空,炸毁众多无人机后, 皮特猛地跃起,冲到贝克面前,打碎他的头盔。 由于失去贝克的控制,追杀奈德等人的无人机停止不动, 贝克顾不得他们,立刻通过伊迪斯调动无人机,将皮特打飞。 接着,他又在皮特面前播放幻象, 不过,皮特早已想好对策, 他闭上双眼,调整呼吸,利用自己的蜘蛛感应, 精准地摧毁了面前所有无人机。 贝克也被无人机的子弹误伤,倒地不起。 皮特冲过去,索要伊迪斯。 就在贝克把眼睛递过来的一瞬间, 他突然心生紧照,并且向右侧伸出手。 原来,躺在地上的贝克仍然是幻象, 真正的他正准备向皮特开枪。 皮特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 及时抢过贝克手中的枪, 贝克伤助难支倒在地上, 再也无力气身。 皮特通过伊迪斯对自己进行的视网膜和生物特征扫描后, 重新掌控了伊迪斯, 随即下令将所有无人机吊走。 而贝克也在这时停止了呼吸。 危机终于过去, 皮特一蹶一拐地走在伦敦桥上, 琼斯跑来找他, 二人情不自禁地拥吻在一起。 回到纽约后的第二天, 皮特穿上蜘蛛战衣, 借助蛛丝在城市的楼群间荡来荡去。 不过,这一次他并不是去打击罪恶, 而是去约会。 皮特很快落到琼斯面前, 然后抱起女友,再度跃起, 二人一起感受在空中穿梭的快意。 影片结束。 蜘蛛侠系列到今天已经全部结束完毕, 下期, 素素将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 好了,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